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依我们有个误解 商鞅变法之前 秦国一直是若即 这话对也不对 石书其实没把话说明 只说了一半 其实秦国老早就是天下霸主了 当家的叫秦穆公 也就是赢人好 可惜的是 秦穆公的存在感一直不强 至少大多数人知道秦桓公 秦门公却不知道秦穆公 我们的惯有印象 一直认为秦穆公是个小角色 可有可无 真实的历史却告诉我们 秦穆公其实跟其桓公小白 秦门公崇尔是平行时代的 他们都是春秋五霸 甚至 时代秦穆公帮助了崇尔 成为了我们所熟知的退币三社的晋门公 秦国本来就当过大BOSS 只不过 秦穆公去世后 秦国开始衰败 一直到秦孝公任用商鞅才开始 强盛 实际上是复兴 比如 赢渠良复兴宣言是 西沃妙公自七雍之间 修德行武 东平尽乱 以河为界 西坝隆敌 广地千里 翻译过来就是 俺们老赢家在秦穆公时代曾经很牛掰 人人都给面子 后来不行了 我们现在要接着牛掰 赢渠良这个孙子 是懂他爷爷的爷爷赢人好的 大秦的强大从来是靠人 或者说靠智囊环 一人二前三事业 秦国的智盛法宝 就是永远懂得组建自己的智囊环 拉拢天下第一流的高手 商鞅 张仪 公孙衍 吴不是第一流的人才 高手中的高手 想成就第一流的世界 就要与第一流的人才合作 二前入宫 就是那个拿着五张羊皮收买了一个奴隶的男人 这个名叫白里希的奴隶 后来成了他梦幻智囊天团成员之一 这二是白里希的朋友简叔 而之三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 由于他是个海外移民 中原人 一居在一地 秦国那时候还是很强大的 就连周边的同行都派人来考察学习 这其中有个人就是由于 迎人好穿着貂皮大衣 带着大金链子 带着他们参观宫殿和国库 忙着炫富说 你看 我有钱 太有钱了 秦穆公觉得 由藩医师的香巴宝 从没见过那么多奇珍异宝 肯定看得羡慕极度 可未曾想由于 却非常不以为然 三营老板不高兴啊 这种不高兴是有理由的 毕竟是当过霸主的男人 老子天下第一的气度还是有的 你一个小地方来的香巴佬 懂什么 于是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其实很重要 中国以师叔礼乐法度为正 咱们大秦帝国靠礼法治国 这里的礼法 就是儒家思想的前身 通俗地说 就是讲道德 讲规矩 这句话是炫耀 我们大秦是礼制帮 太有文化了 这就好比很多公司的老板 张口闭口 喜欢炫耀自己的企业文化一样 迎人好 也不能灭俗 迎人好说这话 还得底气十足的 因为秦国那时候的 百图并不在西边 而是靠中间 所以 迎人好用了中国这个词 实际上是中原或者靠中间的意思 春秋战国时代就像打麻将 东西南北中都有 后来赢家示威了 抓了把西风 才被迫躲在了西边 四营人好之所以提到礼法 表面上是炫耀 实际上是鄙视 炫耀自己 鄙视犹豫 所以他说了第二句 然上是乱 今容易无此 何以为智 不亦难忽 啥意思呢 咱们有礼法文明 有时候还是会出点问题 你们那底连这个都没有 肯定很乱吧 有时候 你在可怜别人 别人又何尝不会可怜你 由于对此表示不屑 是的 他对迎人好的自信 继续表示不以为然 由于说 礼法恰巧就是你们的弱点啊 靠礼法文明的力量 充其量只是小致 这句话致地又生 由于说 一个人如果以身作则 身体力行肯定是好事 但是自己能做到 别人未必能做到 富一代能做到 富二代未必能 做到 一个是自己努力赚的 知道珍惜 一个是自己爹妈给的 理所当然 所以富不过三代 五用九 现群龙无首 积一钱 听了鱿鱼的一席话 秦木公说 You can you up I can up 我相信 由于是读过周易的 他说了一句话 却好像啥也没说一样 不知所以之 此真圣人之之也 这句话的核心就是无为 相信你会觉得 由于就是提倡啥也不干 不作为 如果是这样就大错特错了 你要记住 跟咱们纵横家一样 儒家是套路 法家是套路 道家也是套路 无为这个概念里 其实有反扑归真 顺应自然的意思 很显然 由于是认为 不必受繁文入节 规矩理法这些有为的思想束缚 无为不是不作为 比如由于提出无为概念前 其实还有一句话 一国之正由一身之志 无为而无不为 后来有个叫商鞅的人为这句话做了精准的注解 反而指 国者 换民之散而不可团也 是以圣人作一 团之也 团 就是把零散的东西捏聚成团 把分散的国民之力量 团聚为一个整体 这也就是作一 商鞅所关注的对象 就是国民肉体力量之聚合 化散为整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 这是法家思想的萌芽 简单的就是最好的 因此便于管理 六代传统文化中 管理是一种智慧 而非一门学问 在做管理时 不能过多地 随意的人为干预 而是要懂得无为天道 顺势而为 很显然 南淮锦先生有更精辟空俗的戒毒 至于辟处在边疆的少数民族荣誉 从表面看来 他们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文化思想 但他们在上位的 只是内含着原始浑厚德性的淳朴作风 诚实地对待下属的人民 而在下面的人民 也只知道恪守忠信来奉侍上面 所以 一个国家的政治 犹如一个人的身体一样 没有什么头脑和肢体的分别感受 自己也不知 到什么原因 便能自自然然地治理好国家的 这样 才是真正的何于圣人之道的无为而至原理呢 有着叫老丹的人做了一个总结归纳 决胜气质 民力百倍 决人气义 民处孝词 绝巧气力 道德无有 道家推崇的是无圣无智 或树立典型 应该顺应自然 何必复杂 简单点好 道就在那儿 顺应即可 何必要庸人自扰 另立一个规矩呢 事故 圣人无为故无败 无知故无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